欢迎收看8月29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炫 新闻开始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股市走向 中国暗示不会另几对美国最新的关税进行反制 这个最新的消息促使部分的亚洲股市在尾盘反弹 历经多个交易日都下跌的马股 终于在今天竞数性回调 全天涨了5.36点以1595.18点币市 在后率方面 美元靠稳 马币走低 对美元贬值至4.2150令吉 对新元也跌至3.0378令吉 紧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首先有钟亭森旗下金师工业 截至6月的业绩报告 金师工业第四季的营业额减少了12%至7亿4598万令吉 并在钢铁业务陷入亏损之下 油营转亏取得6782万令吉赤字 远远不如前期的2837万令吉净利 陈年下来 该公司的营业额降低了4%至31亿6377万令吉 同样因为钢铁业有逊色而进入亏损 近亏1亿6439万令吉 前期是近赚了1亿7263万令吉 接下来有云顶集团和云顶大马截至6月的第二季业绩报告 其中云顶集团的营收提高了13%至54亿4573万令吉 净利飙高了56%至5亿9968万令吉 主要是前期比较数据偏低 当时该公司因为金融资产重估而亏损超过2亿令吉 配合业绩的发布 东市部就宣布派发每股6.5仙的股息 相较之下 云顶大马营业额提升了7%至26亿0150万令吉 净利则增加了5%至4亿1648万令吉 每股派发6仙股息 换个焦点 亚太区两大通讯巨头 亚通集团和挪威电讯早前宣布计划合并区域业务 不过日前却传出了进化受阻 对此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员仍马鲁丁今天就澄清说 他们曾在5月初提过 在未来3至6个月内达成协商 现在是第4个月 所以还在预定的期限内 而目前精密审核已经完成了大约70% 因此乐观相信 双方有望在11月初签约 另外亚通今天也公布了截至6月的第二季业绩报告 营业增加了5%至61亿5361万令吉 并成功转亏为盈 取得2亿0409万令吉的净利 主要是结束亏损的印度投资 配合业绩的发布 董事部就建议派发每股五仙的股息 今天财机新闻到此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